可是呢,你怎么知道五百万会刚刚好 五百万不够怎么办 对,钱从哪边来呢 对,你要跟朋友借钱的时候 那时候你才知道说 原来什么人才是朋友 什么人可能只是跟你是 这是表面功夫而已 那还有就是说真的 你要必须二次小 今天就真的就二次小 为什么 因为你的钱放进去之后 你就会想说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赶快把它赚回来 对不对 我可能说 而且公司一开之后 那个所有的什么东西都是要钱 所有的钱都是谁的钱 都是老板自己花的钱 那老板的钱 就是你看到你就会 以前可能不会去注意很多 现在就会注意了 还会注意员工到底会打到摸鱼 这个其实角度是不太一样的 OK 那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创业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把这些呢 通通都可以下载下来 另外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建立里面有个什么指令 有没有看到 这个指令 实际上如果将来呢 你要建立一个 就是说 将来也许慢慢 也是有VBA要上云端之后 其实Google里面也提供了一些 如何在那个 就是Google的apps里面的script script 其实VBA的话是用那个VB的语法 它叫VB script 然后在Google的script 实际上用的是Java的 Java script 所以现在慢慢的组 那个程式设计慢慢从早期的用Visual Basic 用微软的那一套东西 慢慢感觉好像有点在转变到Java的那个趋势 所以我以前教最多就是VB啦 或者VBA啦 就是这部分的程式设计 可是最近慢慢都已经改变还蛮大的 其实我除了教VBA之外 还有教手机的程式设计 还有教Java 在这部分好像感觉就是 有一点点本来只有 本来只